放上玉子燒還有黑色刺物 可惜沒有藍色的食材 不然就能湊起五種顏色 鰻魚店師傅正努力開發 冬奧五環餐 但在這之前 他們其實已經盒包賺滿滿 那我們鰻魚終於就是限定 在這個土用醜日 就是最熱的時候的這一天 我們大概前一分鐘 就湧進超過1000折的留言 鰻魚飯出現秒殺 還有看看店門外這排隊人潮 原來是他們在7月28日 大推優惠成功吸引顧客 因為這天是土用醜日 簡稱鰻魚日 日本習俗這天要吃鰻魚 因為鰻魚這個食物 它本身就是吃了可以補力氣 補體力 然後後來就是說 大家就認為說 在夏天最熱的時候 最需要補的時候 就應該要吃鰻魚 所以從江湖市場就有這個習慣 鰻魚飯店推出一日限定活動 買外帶鰻魚便當送玉子燒 同樣造成熱賣 還有超商化身鰻魚專賣店 推出五款鰻魚料理 漁業署也推線上鰻魚劑 外銷等級國產鰻魚 免運送到家滿3000送300 疫情還沒停 看見業者更用力搭話題 瘋狂搶業績 幫大家喜歡你 喜歡我們新台北超過 謝謝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